FMQ1.5 自由一聲 漁夫自由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很高興 又跟我們每個禮拜 晚上49點 在空中 再跟大家在會 那麼 上禮拜 我們說的是在說 台東市長好選 喝 喝酒量 跟我在武門的喝酒 喝酒裡面有一個大火鍋 大火鍋的上面 我們兩個在那裡 在台東跟台南兩個社區的城市對話 那麼 在這個禮拜 就是要跟大家來討論說 很多我們的台灣文化其實是很漂亮 那麼 我們看到很多人慢慢的 在這個兩方在交流的時尊 所以對自己沒有信心去 其實我們很多朋友 我們如果是有去過中國的人都非常清楚 我如果去中國 我都去他們的主店 給他們走走走走 看到他們的人在嚇我們台灣 簡直實在是 像在嚇天堂一樣的天董 但是我們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 就是 我覺得這個基本的原因 就是像國民黨過期的 還有很多所謂的高級外省人 他們就是比較重視的中華文化 那個中華文化其實說起來在中華文化 其實說起來在中華文化也沒有存在 就叫做黃文雄 黃文雄他在寫的搜裡面 他趕緊搜到一本搜的叫做 日本老離台灣的進行 日本是老離台灣什麼進行 其實日本在戰場 如果是二次世界大戰後 日本人慢慢失去他自己的主信心 所以為什麼呢 在李定輝的時代 我們可以看到李定輝總統 讓日本人非常崇拜 這我自己親身經歷過 有一年我就覺得李定輝的台灣自由會 李定輝自由會 那麼去到這個東京 和日本李登輝自由會來後上交流 由於我們這個後面向 我們的五分後生身住而已 他是會長 去到那時候 我實在很難想像說 我們在台灣 連台灣人對李定輝的評價很兩極 當然你說那個高級的外省人 他們對李定輝是忍得咬牙切齒 但是 如果是日本人對李定輝 那真的實在是 我去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有一天從他飯店出來 想說要去一個地方 就直接開電車 我真的驚訝是 那個開電車屬基 他們問說要很好 他就跟我說 你們是 跟李登輝自由會團來 就是說到李登輝 立度以上 那個文獎 我這樣說 李定輝這樣 我問他說 你有什麼 你本人對他這樣 消化這個程度 那個検察司機說 你不知道 這實在是 說到這樣 你說李定輝是怎樣 剛好 李定輝是代表怎樣 代表就是在日本教育 集合行政 那麼 日本人被用出來的這個 那個時候應該是說 日本人了 那麼 被用出來的一個 在日本擁有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那種日本進行的台灣人 在這裡做到台灣的領袖 那麼尤其是在這個1992 就是那種所謂的台海危機的時候 李定輝表現後 讓人覺得一個 讓人覺得一個秀國 秀國又對抗台國 算了呢 就這樣不卑不坑 所以這是我們很重要的台度 所以我都說 我沒反對說台灣有 不管你是荷蘭來的 不管你是中華文化來的 不管你是日本來的 都沒關係 你會親像美國人 美國人 英語 美國人現在說的那個是美語嘛 啊美語呢 是為了要為英語來的 可是美國人 為了要建立他們的文化 的主體 你看看 人家就變了一本尾四字典 表示說 雖然你的英語 來到這個美國的本土 但是 經過了 所有人不一樣之後 我也是有自己的 想法看法 跟這個 用法的不一樣 所以 我們台灣現在比較重要的 重點是說 我們應該是 我們接了你的文化 我也接了你的文化 但是 不好意思 我自己已經 有發電所 我自己的想法 看法出來 所以我們已經 沒有空氣了 雖然 我已經是 可能跟你學生父的來 沒關係啊 工夫大家就會餓啊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 派習慣 什麼派習慣 我現在來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討論說 我們很多台灣人 在搜尋台灣的文化 動不動就寫到 因為 什麼 比如說 台灣的 台南 在做這個 湯的方法 這種教堂做法 是 是源自於中國 中國 周朝 1400年前的做法 我請問你 1400年前 台南 跟武漢人 跟武漢人 做什麼 教堂什麼的 如果要照這樣說 這樣就不得了了 如果全世界的主宰 都源自於中國的 什麼 那種目取火的 什麼碎人士 什麼事 上面 全世界的人 如果用藥草來治療 不就都你們中國的 神龍 長百草 神龍士來 這實在是 不必要這樣 勘勘一大堆 但是呢 可以想說 有東西 這些東西 開始是由中國來 但是 這個 我現在做 變成這樣 是怎樣 我記得簡單的例 禅 這個禅 那個禅 禅 禅這個東西 其實是 中國 發展出來的 但是問題 中國人還不開始實戰 結果這個禅 人家 現在是西方人 說要學禅 會去哪裡 會去日本 是不是 日本 這裡真的有禅風 這裡還實戰 在他的生活裡面 這裡 是禅隊 有的是正常 他在做的 我說 整個禅國 日本買的就是 禅禅 什麼叫禅禅呢 有一間 我看到 Lexus 車的公格 裡面 他就說 什麼叫做禅禅 禅禅跟安禅 是不一樣的 有 對不一樣 禅禅的意思是 當我在這車底 放到影響 那個車的車速 是150公里 這個時候 頭前到後面的人 說話 都聽得很清楚 叫做禅禅 你說怎麼這樣 怎麼不太吵死 所以這就是意見的不一樣 比如說 我們在吃西瓜 我們就說吃西瓜 就要問鹽才會甜 嗯 西瓜 鹽 奇怪 這就是口感的差異嘛 還有一方面 比如說 我在日本 在流行的時候 我在那種 冷到四四 那時候 很冷的時候 你如果不是喝一碗熱湯 不然就是 冠近的 找到一間 咖啡店 逼到什麼 來喝一杯咖啡一下 那時候 我去到日本的流行 我怕喝一杯咖啡店 那咖啡店的 這個 頭髮呢 都噴一杯冰水出來給我 啊 怎麼你噴冰水給我 從三月 我要看死你 你噴冰水給我 先噴一杯冰水 讓你喝下去 就是把你的口腔的口感歸零 也就是說 讓你可以在這個 要吃熱的咖啡店前 口感歸零 那麼 口感歸零 附近的還有一點點冰 這樣喔 你喝下去 就會覺得 喔 這杯咖啡怎麼 這麼熱了 附近的 你也可以喝出咖啡的注意 喔 這就是 慘的意義啦 我是 當然我不是火燒啦 我不是說什麼高森啦 這是我的鐵灰啦 你的科技也說 啊 以後你說起來沒什麼 我不會說 我你說的才是這樣 你自己說得比較對啦 你也沒關係啦 這民主社會就不一樣的想法 還說一句話 我們說 鳥民三更優 欸 啊 這椅子在那裡繞繞繞繞 你怎麼說 三更優勁呢 你再想看 你去買山子的時候 怎麼是幾樓 什麼什麼都沒有 你感覺不覺得這個地方安靜 不會嘛 你覺得它是死的 死盡喔 還沒感覺說 有沒有一個 天然有一隻 教啊 你叫兩聲 你會感覺 哇 這個山怎麼會這麼安靜 所以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東西在叫應該是 會有聲音會亂 但是 你 差不多感覺很安靜 我們去一個地方有聽到那個禪名 聽到那個禪嘛 你叫你叫你會覺得這個地方怎麼這麼安靜 所以這說起來是很趣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在說的就是說 日本人有把這個禪用在他的形態裡面 雖然他是由中國來的 不過人家他發展得非常好 那表現在建築的上面 很簡單嘛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這個 他不關於什麼室啊 院啊 你看看日本大部分的廟啊 市啊 除了什麼東照日光市啊 那個去到你錄影以外 大部分這個日本廟你去看 他絕對不是觸定的 差到什麼山山老公啊 漂啊 靈啊 風啊 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 全部你看看 他簡化得很簡單很簡單 所以我常說設計這件事 尤其是我在學校跟孩子的時候 我就說設計這件事情啊 加法容易 簡法難啊 簡法非常的難 我們現在在這個設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的設計是用簡法 我們的設計呢 台灣 台灣台灣人是愛愛什麼 台灣人跟我們說就是愛老烈嘛 我們就是認為說老烈最重要 所以我們的廟也是起到這樣 你看看我們比如說 來處定都是靈啊 風啊 這些什麼山山老公啊 漂什麼都有 那就是都要去背去天上 要去報告 報告人間 你看看你們這些人 有做辦事嗎 沒有這樣 日本的設計跟我們都要相反 一方面呢 表現在這個學宗的設計裡面 奇怪呢 比較是呢 日本人設計 設計跟他的 他沒有他有很多學宗的這個設計 都是講究那個殘風 所以他有跟他在生活中實戰 如果這個要記的很多 比如喝茶 茶茶 比如說他們的懷食料理 丁丁這都是殘風的實踐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一定沒有這些東西 甚至是中華文化的重鎮 台灣也沒有了 我們就愛老烈 我們台灣人最愛去的就是雅琪 年輕人也去 雅琪很炒的 很好 所以在台南我就常在開玩笑 你沒有來沒有去 以前的市長說要做什麼台南的地下街 啊 年輕人呢 又沒有去去那種包衛公司 要叫那個 大家找到那個 包衛公司裡面 我告訴你啦 不然到那裡 台灣人都不會去啦 台灣人就是要生牙齊嘛 那時候 日本人來到這個 台灣的時候 早期我看過一本桌 他說這雅琪是怎麼發明的 他說怎麼變成日本人 他說 我比較死 怎麼變成日本人 他說不是啦 那因為我們台灣人很愛 譬如說我們的 杜曉悅 他們都打一個檔子有沒有 我們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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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但是那時候日本人來通帝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日本人來通帝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日子出來動不掉 路上還要事宜齁 你要知道那日本人出門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就要這樣穿著穿著 穿著整整整整才會出門 你如果去男子女看 男子女看 我看那老人的時候 那男人是 要上班就要穿那個 穿西裝打領帶 瘋得了 但是 現在沒有了 現在就是因為 結約能源 所以都比較到穿西裝 那你如果看那穿西裝 我男子女都沒有成那個流行之都 以前你去男子女看 男男女女 男女穿西裝 女孩子穿套裝 當然也有很多設計都很漂亮 所以比較有成那個設計之都 但是 現在看起來就 味道比較濕 所以 總而言之 說起來就是 所有的東西 不管你來自於中華 或者來自於日本 或來自於荷蘭 都不要緊 來自於美國 來自哪一國 都不要緊 我們 將到他的東西給他吸收之後 我們怎麼 展現出自己的表現方式 這很重要 所以今天呢 用最簡單的飲食的文化來講 好了 因為我最近 都開始在研究這個 中國 到底他們的 台灣文化 裡面的飲食呢 對我們的影響是怎樣 這我在節目裡 我們也說過很多 比較說 福酒對台灣的影響 全酒對台灣的影響 丟酒散透 或者對台灣 飲食文化的影響 我們不要說這個 我們要說一個 台灣的狭長的地形 只有這一點 因為我們是移民的社會 去很深色的事情 就是 台南跟台中 不是很近的 對不對 上個禮拜 我就在說 雖然是非常近 但是吃飲食 一定說不一樣 對不一樣的 四行就不一樣了 我記得 比如說米糕 肉圓 肉圓 肉粽 碗粿 都吃不一樣 米糕 在台南 比較像那種油飯的形 但是到台中 比較像那個 竹筒飯 他們有做湯 米糕 那兩邊吃法不一樣 我們的米糕 有染肉食 他們的米糕 主要是染什麼 他旁邊有一個棧 那個棧棧最重要 那個棧棧 才染到他們的米糕 裡面去繞繞的來吃 肉圓呢 台灣 雖然這麼小 但是台中的肉圓 一定是變作用錢 我們台南呢 是用粗的 這種南北文化的差異 這個變得很可愛 再來肉圓 肉圓 在台南是用粥的 台中是用粗的 這就不一樣了 那接下來 台南是黑碗粿 就是有藍肉圓 那種碗粿 但是 去到台中 它的碗粿就變成北碗粿 就真的有做粥粿 所以這實在是說起來 雖然小小 但是不一樣 但是這種南北文化的差異 顯現說 我們台灣文化的多元性 這是很重要 我們要對著我們自己 一定要有心心 我們這種差異性 這是我們要做什麼 中國觀光客來 怎樣 這種他們要來 這種要參觀的東西 這樣才會做的 這樣才會讓人 他們去很大的處理 所以 中國人在說 他們來到台灣 最美的風景是人 其實是人以外 也是我們文化的多元性 也有很多 我曾經看過 他們中國一個 那個人 他來台灣 他也是很好的人 在中國 差不多是第四大集團 他有一組來台南 就朋友告訴我 他一早把他帶去 你帶他去切桌 來這四大集 我就帶他去 我想說 好啊 你這種人來 我心想來 讓你知道台灣的可貴 我不要再發現 這種人不簡單 你自己來到台南 已經四十幾床 自己來 而且他來 還不是要開五星級飯店 我想說他要開五星級 以他這個財富 可是他跟我說 他來 每一次 他都去 他身體去做 那個腳踏車 腳踏車 騎腳踏車 自己去看 啊 說起來 他說 他對台灣人的了解 不輸給我 啊 所以 當然我 怎麼不是說 你外國的 那種 他人的了解 也不輸給我 這個 這幾年來 已經來了四十幾床 啊 有一天 我就帶他去 吃這個 鹹味 啊 他啊 就看著那個鹹味了 現在這隻吃完之後 他就做一個簡單的評論 他說 通常啊 在這個台南 台灣 所有的地方 他說 大體上 你們的東西 你們的 東西都很好吃 但是外表看上去都不好看 喔 還算說我們比較簡陋啦 我們有很多這個 餐廳 啊 生理好 也不需要 用得比較 呃 這通常這有兩欄啦 如果你說中黃的很漂亮 啊 那通常的錢就開了就多了 那多就要加一個 那個 食物的成本裡面去計算 啊不然就是消費者要付錢啊 那不是這樣 但是 他說 他說 中國喔 雖然外表都很漂亮 每個餐廳都很漂亮 但是進去喔 那都不好吃啊 喔 那就是我們兩邊的食材不一樣嘛 那這種差異性 我們才能感動到人 是不是這樣 最近我在看很多人 為了要做中國的生理 喔 很可惜啦 啊 都這樣一面的討好 甚至呢 連剪幾字都拌一拌出來 是的喔 我跟各位說喔 他們那裡有這簡體字 他們那裡有這殘體字 殘廢的殘 那有人說 他本來這樣說 嗯 我們這有這正體字 喔 啊 當然我 對這個 說不一定要用漢字 用羅馬平音 也是最好啦 但是我們一定要用的沒辦法 那你如果說要講起來 中華文化的 正統的繁體字的 把它保存下去 是在台灣 啊 你看看那個馬英雞 他就說 啊 市政疏檢 啊 馬英雞就 反正如果中國 放一個皮 也說很香的就對了 所以他就認為說 這個正體字的不用 啊 沒關係 我們也來疏檢 啊 以前說那句話喔 露餡啊 啊 我又叫媽媽的 現在聽他了 啊你看 你看看 我們的這個 所有的翻譯 要把 用那個拼音法 要翻譯這個漢字 愛譯 就一定要用中國的這個漢語拼音 啊 啊台灣自己做的通用 他就不要拼 反正如果是台灣人自己做的 他都不要拼就對了 這種的喔 就是跟那個 淫昧討好 中國都一樣 啊 啊我們有一些路邊攤 啊 啊現在來了 什麼在 炸土豆 什麼是炸土豆 啊 炸土豆 台語拆開的是 金土豆嘛 對不對 啊 金土豆 啊金土豆 你也知道說 啊金土豆 三個土豆去七錢喔 不是 土豆是馬鈴薯 啊 啊 啊 為了要這樣 啊 要跟他們慘妹喔 你生理不用做到這麼不算 做到這麼不算 對你未來 絕對沒有好處 喔 現在有一間那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一間主播店 他就要 看一看中國人來買一買 歡迎 啊 內地同胞 喔 啊 錢來買這個什麼 珠寶之類的 那些內地喔 內地 人家雞排妹公喔 對我來講 內地就是籃頭 還有什麼內地 那種很沒錢 台灣人 在日本時代 日本那個時候 說到台灣 啊台灣的 啊 啊 內地也是 日本 啊 現在再來 又跟中國來啊 現在內地又跟中國 啊 這台灣人實在是 跟你說的 那被欺負就是這樣啊 你就看不去自己嘛 你對自己 沒有一點信心嘛 啊 所以 我們現在 的台度 應該就是說 你中國有的 對 我也有 喔 記者來啦 我有一年呢 去搞到這個 福州去研究 啊 福州呢 你有一種 東西呢 叫做 的 鍋邊湖 一種 我們在政府裡面 跟各位說的很多 鍋邊湖就是 我要發展到台灣來 就是 聽 米蛇 啊 你如果去到家人 家人的廟口那裡 沒有聽米蛇 啊 你沒有聽米蛇的 你自己問說 欸 啊 你們祖先 不是為福州來 說是 是 你們祖先就是為福州來 但是他說的 他絕對不會說福州來 啊 沒有說啊 一定都住在台灣 生根啊 還有這台來啊 現在聽說一定是到第五台了嘛 啊 我們的鍋邊湖 跟他們的鍋邊湖 其實是完全兩回事啊 在那邊 蛇 的做法就是 跟他們的鍋邊湖 一定不一樣 原來 鍋邊湖的做法 它是 種到這個東西 啊 比如說你要蘸米 蘸什麼 海鮮蘸一堆 還是蘸蔬菜 要先用在鍋子裡面煮 煮煮煮煮煮 旁邊呢 才用米粥給它 一顆 再蓋起來 蓋起來 等它清洗之後 再打開 再放到旁邊的米粥 一定 射到的米粥 一定 射到的米粥 所以 這個鍋邊湖 已經變成他們 福州人生活一部分 他們會說 欸啊你這個人 怎麼像 鍋邊湖一樣 糊一下就熟了 就是意思是說 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 你這個人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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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糊一下就 細節這樣 糊一下就熟了 就跟人家 就好像看起來 就很熟了 叫做鍋邊糊 但是鍋邊湖 這句 很有趣 蛇 在古早時代的意思是 擠走 走路很快的意思 但是 賣的自己不知道怎麼變 變成是慢慢走 所以才變成 爛爛蛇 這個時代不一樣 因地質疑 時代潮流也不同 所以一定會變化嘛 但是我們的鍋邊湖 做法跟營完全不一樣 我們是 中到那個米粥先 放在旁邊那裡 像在做那種 輪拼到輪拼 這樣做一塊一塊一塊 現在做好之後 這麼多的 我們跟它 用冷氣了 再放在旁邊 要用手把 把它加一塊一塊 現在你要吃的時候 去到它的大頭 它這裡 種到一碗湯 先放在旁邊 當然有什麼 魚雞 什麼肉雞 有金針 這裡跟 種到那個 鍋鼻舌 那個皮 都把它染上去 這樣就變成鍋鼻舌 所以 兩邊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剛剛說到的 輪拼 很好 那麼輪拼在中國 就叫做 薄拼 薄拼 差不多 你到這個 下門的時候 我去到下門 有一些 看到他們 路邊在賣 補拼 他們賣補拼 就是 一看你就知道 這是在賣輪拼 在台灣叫做輪拼 在金門叫做七拼 七拼就是 差事的事 七嘛 因為那個動作就是七 但是現在金門給我們賣一個名字 很有趣 叫做七拼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七拼 你看看 這都是這麼近的 下門 補拼 金門 就是七拼 但是吃法又不一樣 我在下門吃這個輪拼 他們是沙的 他們的東西擦很多 都擦在 放在樓邊 擦幾個行 就青春在吃那種 麥當勞素食 這樣 你如果說 抹肚腰在樓邊 在洗 你看到這個輪拼 就叫你 看著這個 補拼 你就要說 你把一拼給我 這樣 這個就 在他們的所在叫做補拼 但是到金門 真心的金門 就補那個工藤 所以 我們一般在台灣 都補那個輪拼 我們補那個 土豆酥 他們不是 他們是補那個工藤 那就是 他算比較大了 那吃輪拼 這個東西 那就是差不多我們說的 台東跟台南清金 但是呢 南北又不一樣了 這個 這輪拼呢 差不多在台北 他們就是補比較大 那在我們南北呢 那是補比較大 所以這個 補拼了 跟補拼的 又不一樣了 再來說一項 真的是不是 這項呢 叫做 蚵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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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我每天去問人說 蚵蝶蝶蝶 蚵子我們知道嗎 蝶蝶是什麼 蝶蝶 蝶蝶 很多人都說 蝶蝶說 對 蚵蝶蝶 蝶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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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對了 蝶蝶 蝶蝶 我最愛炒一句話 我們在台南 有吃蝶蝶蝶 不吃蝶蝶蝶 我也不看蝶蝶 蝶蝶是什麼 結果我去福州 真的有看到那個蝶蝶 蝶蝶 蝶蝶 他們真的那些蝶蝶蝶 蝶蝶就是那個東西 但是台灣人的蝶蝶 是不是在說蝶蝶 蝶蝶 但是他上面是蝶蝶 蝶蝶 那在福州裡面 有很多很趣味的事情 我在他們一間廟裡面 看了一個老花生 他寫一生 他寫一個佛教的寄言 什麼的 那麼他寫在上面的時候 就是一首詩 那麼寫在上面 有兩句叫做蝶蝶 我說欸 蝶蝶 這不是我們台灣人 在說那個蝶蝶嗎 他說 他真的是蝶蝶 他的意思也是 真的說 我這個人很蝶蝶 這樣的意思 好久有人說的 都不一樣 他還會說那個蝶蝶 真的還有蝶蝶兩粒 骨蝶 但是我沒有去認真考證 我們醫學會這麼慢慢來研究 為什麼他會說骨蝶 好 我們要先說回來這個蝶蝶 因為我們知道蝶蝶 蝶在中間 你如果是在下面 其實蝶蝶應該是 有人跟我提醒過 說蝶蝶應該叫做牡蝶 用北京外來講 但是我去到這個蝶蝶上 我都看他們蝶蝶 蛤蝶 蛤蝶是蛤蝶 牡蝶 應該才算蝶 有人這樣幫我指證 但是去到他們中國那裡 有時候去炸蛤蝶 煎蛤蝶 但是我跟各位說 在他們中國沒有像我們這個 台南這樣有蝶蝶煎 在會問他們用炸蛤蝶 他們為什麼是用煎 到金門的時候 金門的煎蝶 他是煎九鵝 那九鵝隨著潮汐 他不是像我們台南 用蝶蝶蛤蝶 牡蝶在河海的交會處 所以它比較大顆 都沒有在放那個潮汐 所以都在海底裡面 比較大顆 這個金門的煎蝶是比較小顆 不過有的人說 它的口感比較好 台灣的口感比較大顆 這看人 有的人要吃那個 有的人要吃這個 不過你這樣說起來就很深刻 蝶蝶蝶我小時候 我是屏東人 我們叫做蝶蝶蝶 就用一個蝶蝶 跟他做蝶蝶一味 叫做蝶蝶蝶 我去到蝶蝶 我就在蝶蝶說 這句蝶蝶有可能是蝶蝶 真的跟他們問蝶蝶你們為什麼說 蝶蝶 原來蝶蝶蝶是合作 蝶蝶蝶蝶蝶蝶 疑蝶蝶 可能是蝶蝶蝶 所以蝶蝶蝶蝶蝶蝶 我們在金門 然後我們小暸蝶做蝶蝶蝶蝶 他的音的動畫Q 所以他會說軸霸 我可能發音沒什麼標準 不過他說軸霸 大概是這個音 那麼軸跟霸 霸就是霉 我們現在真心想 我們在寫那個霉 我們寫成軸 其實是錯字 不能寫成軸 軸代語註軸 不是註軸 很多人說這個粥就是梅 黑白說 梅的漢字的寫法 是一個麻下面一個米 這支才讀作梅 所以你如果是米糕粥 你台語就要 你要漢字 一定要讀作是米糕米 這樣不是一台的台語 才變作米糕梅 是應該是要這樣寫法 但是在這個金門 有廣東州 也有閩市的閩南州 所謂的閩市極地州 但是廣東州 閩東族 其實是 見水不見米 米水容易 但是閩市的 這不一樣 閩市的看起來就放了 所以兩邊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金門人很可愛 那他們就跟他們說這是 你早上你要吃粥米糕 那就是把兩個字合起來 吃是不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外省人 本省人 我們有在分 在金門也有在分 他有分 白仔 白仔是甚麼 白仔在金門就是 這外省人 外省人 外省人 那金門 有一個地方 在吃滷味 那滷味一般是滷滷的 就很好吃 對不對 他不是 可以用菜來 你滷好色 不然不是又炒在哪裡 原來聽說是 那個時候 他就要吃這個辣 滷味可能滷滷的 不像我們現在又滷甚麼 麻辣不麻辣 他可能吃不夠開 所以說白仔加他們的 辣炒滷味 所以如果去到金門 記得 這給大家吃看看 所以很多話就是因為 這個文化裡面的意義很大 這我們就要 每個人都要了解一下 這樣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們有甚麼要吃這個 這是甚麼意思 我們有一個信心了解 就知道說你們是這樣 我不是這樣 再去一個禮 我們如果是在這個台北 就有一個給做灑瓜麵 你如果台北去到很多 尤其是台中那裡都有 差不多台中一百都有 有一個是福州灑瓜麵 福州灑瓜麵 我去到這個 在台北在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有甚麼好名 這灑瓜麵 灑瓜麵到底是多灑瓜 是甚麼 是買的人灑瓜 還是吃的人灑瓜 買的人灑瓜 意思是很燙 但是你去吃的 普通 不說他這樣特別像 我們去吃的人 你也不像自助餐 說我去吃 我自己蘸 你青菜用 麵 我自己蘸 不是賣 也不太像 後來我去到這個福州 我問他說 你們有沒有福州灑瓜麵 福州人就跟他說 吃麵就吃麵 誰灑瓜 那我奇怪 不知這句是怎麼來 不然 差來差去 真的說 原來 有可能當初 在這個 台灣早期的時候 福州人來到台灣 就在切仔麵 切仔麵 我們說那個 切仔麵 如果各位去看到 有人想說 切仔麵 其實切仔麵 是錯誤的 切仔麵 不是去切 應該這樣說 是親戚親夾 親戚的七 再加一個提手棒 那個動作 這是他的价值 就是切仔麵 不是在切麵 變成切仔麵 不是 切仔麵 切仔麵的動作是切切切切 這樣 跟那個切仔麵 是完全兩回事 那麼 就是說到這個 切仔麵 那時候 可能有福州人在賣麵 現在這個泉州 或是張州人 他們去到的時候 說 老闆你把我灑瓜麵 灑瓜麵 變成灑瓜麵 這是很好吃的 所以呢 灑瓜麵 其實是老闆 請你幫我 請你拜託 幫我灑瓜麵 灑瓜麵 我自己來吃 自己來吃 這是 不是我掰 這是 維基百科頂管玩笑 還有一項 我們大家 常常在吃愛玉 有嗎 愛玉 愛玉 那麼愛玉呢 其實 在我小時候 都叫做 惡玉 惡玉 你大部分去 台灣 你如果問 比較多人 都說惡玉 在台南 就像是 在台南說 我做雞 雞 有什麼變成 愛玉 原來是 有一個人 他 吃這個惡玉 時 人們就問他 我這個東西 怎麼這麼好吃 是叫做什麼名 那些人說 唉唷 我就很好吃 唉唷 我就很好吃 這樣 是不是很愛玉 你說 有你幫我掰 真的 這真的 確實 這是 維基百科 也是這樣 你說 你每天都說維基 維基就是真實 我知道 不然要信什麼 我們其實 慢慢就是 因為這些 飲食文化裡面 我都一直在說 我不是美食家 我也不是文食工作者 我其實是比較主張 在外面 背後 所代表的意義 我們說到這個 灑瓜麵 這個冰就是 福州人 和全州人 所以 演化出來 一種 台灣的 特殊的 這個 名稱 是不是這樣 還有一種 比如說 天津蔥抓餅 各位 如果去那個 我在台北 在用工車看 一檔在買 天津蔥抓餅 很早以前就在買 我有一種 去找到中國的天津 我就問他 請問一下 你們這裡有沒有 所謂的 天津蔥抓餅 喔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那個叫台灣 手抓餅 哈哈 叫做我們台灣 一樣 我也說過很多次 我們現在這個 所謂的川味牛肉麵 那是 按照一個美食家 這個路要通的研究 他說 那是來自於 鋼山建村 裡面的 四川來的 旁邊的 老旁邊的 他們做出來 做川味牛肉麵 是用到他們 家鄉的這個 川味 川式的 四川式的 豆瓣醬 下去用的 所以 所以 他並做 這個 四川牛肉麵 你如果去到四川 你問他 你四川牛肉麵沒有 四川人跟他說 沒有啊 那是你們台灣才有啊 所以這並做 是族群 相容了以後 所產生出來的 一個 現在 變成台灣的 川味牛肉麵 是台灣很有名的 一定可以 差不多要變成 國家料理 這樣 這 講解 這很多趣味的地方 比如說 我有一組去到新加坡 那新加坡 有一個東西 這咖哩魚頭 咖哩魚頭 大家差不多都要吃 去那一組 這樣才不是說 你有來新加坡 吃過一種 新加坡 新加坡 national dish 為什麼 這個會變成 這個新加坡 吃咖哩魚頭 是他的這個 國家的重要料理呢 很簡單 因為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 是英國人 通知過 英國人 就走去印度 去那 跟印度人 來做他們的 這個苦力 但是這個 楊格爾 撒生土 他們吃的是 很不吃魚的 這個楊格爾 撒生土 他們 每個東西 每個魚 他們都叫做什麼 突然突然 這個地方也突然 魚的地方也突然 每個都突然 這樣 那昨天呢 你如果是 在這個 美國的菜市場 你如果說 在美來裡面買魚 我跟你說 那魚的台灣都沒頭 那魚也沒頭 那我有一個朋友 那這個朋友呢 我們在台灣也很有名 他叫 Jeffrey Mandish 他就是民視 那個報 英里新聞的 那個主播 那他有一歲 他爸爸來台灣 他怎麼這麼好啊 我就在那裡聊天啊 他就在說他爸爸的笑話 說他爸爸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特別請他去山頂 去吃那個燒酒 那他爸爸一看燒酒 拿出來說 哎唷 那個蝦子有頭呢 蝦子有頭 蝦子沒頭 蝦子沒頭 那是在這個 美國的超市呢 蝦子沒有頭 那就說 有一個幫助的笑話 問一個小孩說 只有幾條腿 叫那個小孩給他回答說 雞有六條腿 雞為什麼會有六條腿 因為超市賣 是六條腿一個包裝嘛 所以就是 當然就是 雞有六條腿 你看這個好笑嗎 啊 啊 因為英國人 他沒有在吃魚頭 所以呢 啊 他如果想出海去捕魚 捕完之後呢 魚頭 沾掉魚 我有一天去這個蝦子 在找魚 啊 一出海 我也找幾條吃呢 痛苦 你知道嗎 啊 那一出海 我一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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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魚 從前面 我一出海 我就看到 我的朋友 的小孩 一定把魚頭 沾掉魚 說靠腰啊 這是最好笑的 你給我沾掉魚 啊 啊 英國人也是這樣 魚頭沾掉 他們不想吃魚 啊 不想吃魚 他現在就跟他捕在肚子裡 啊捕在肚子裡 對那個印度人來說 印度人散散才會來做你的苦力 所以呢 他們就看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這個魚頭這麼好吃 總把魚頭炸回家 啊 用他的咖哩煮一下煮一下 嘿 並做咖哩魚頭 所以你現在是 去到這個新加坡 這味道一定要吃 啊 這是National Dish 還有一項 也知道是不是 你來去馬來西亞 你就有吃了一味 叫做兩惹餐 這兩惹餐是這樣的 因為就是這個中國 那時候 應該不是說中國 你如果清調以前 沒有國家的觀念 中國人沒有國家的觀念 好像有貼帶的觀念 啊 所以呢 啊 那時候他們的人 就來到這個 啊 藍牛 啊藍牛 你看看 就是流汗咖 我們台灣人有一句話 說 啊 一個人就夾兩兩 叉叉 啊 來到這個 嗯 藍牛 藍牛帶藍牛帽 藍牛帽 藍牛帽 藍牛帶了 為什麼說藍牛帽 為什麼說藍牛 那些漢人啊 去到南牛 他們有一句話說是流汗 啊 啊流汗去那帶母 不是叫做藍牛 啊 啊 現在都一樣 我們台灣人去到藍牛帽 我一個朋友去到藍牛帽 啊 他們就說那個 藍牛 叫做藍牛 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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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藍牛 這不知道是藍牛 聽話 聽話 但是我跟你說 我心甦 跟各位說 就是說你如果去到美國 你也會說 這個這個 那個那個那個 這樣啊 啊 有什麼 你也會說那個那個 你如果說那個那個 人會聽這個 那個那個 就是在賣黑人 在美國 你如果 把黑人賣黑人 你就去 啊 講哈成 啊 放在那裡的人 幫你控訴 啊 啊這個藍牛 他呢 他就是 小時候有 他們同學 在 啊 在中原這些東西嘛 就希望說 你這個藍牛 你就給我煮 啊 我愛吃的那個 啊但是 這個藍牛 他們 我們去藍牛 在吃東西 他們都是這樣 痠痠痠痠的 啊 啊 所以他就要給我煮那個味道 但是那個菜式 看起來是青青 那個 閩南式的 還是廣東式的 但是 其實 他的那個味 也就是藍牛市 所以就發展出 他自己一道 叫做涼熱餐 喔 所以這種東西 就是說 我們 要知道 因為文化裡面 就為了這些東西 可以看出 那個 力速的 這個 發展 好 啊現在 所以說起來 我們有很多東西 那力速自然發展出來 這樣這個力速 會脈絡地找出來 我又去一個禮 我知道我去這個 我哪是去福州 福州在賣 一味 台灣 來自台灣原住民的牛肉麵 啊 什麼有這個 來自台灣原住民的牛肉麵 可見這個賣的人 叫我問 這是 是不是台灣人來開的 台灣人來開的 台灣人對自己沒信心 什麼叫做台灣原住民阿嬤的牛肉麵 你如果說台灣原住民阿嬤的牛肉麵 你要不要說牛肉麵 你跟我說 黑熊肉麵 梅花露麵 我也相信 你是怎麼說台灣原住民阿嬤在吃 在煮牛肉麵 台灣 你覺得吃過那個 台灣原住民的阿嬤在煮牛肉麵 很死人 所以可見這個人 對台灣的文化沒有 沒有那個信心 他不知道說 川味的牛肉麵 現在一定變成是台灣很重要 你可以隨便講說 我是來自於台北的牛肉麵 我是來自於台灣哪一個地區 非常好吃的牛肉麵 你何必去講原住民呢 跟原住民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人就是 這個台灣人去做生意 對自己的文化沒有信心 你如果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 你哪有可能去說 這個什麼來自台灣原住民阿嬤的牛肉麵 很奇怪 你到那裡這樣 暫時可以欺騙一時 但是你要欺騙他們 不可能 我有一個人去到湖南的長沙 我發現說 長沙人 他們也是吃冰檬 男朋友也吃冰檬 吃到紅唇族 大家都在紅唇族 但是湖南人吃冰檬 他不知道台灣人吃冰檬 他說他也知道 但是他說 我們的吃法跟你們的吃法不一樣 他們吃辣的 我們台灣人就 什麼酒好的 什麼有的不的 這兩邊其實吃法不一樣 但是他們 為什麼湖南人要吃冰檬 他們的地區 比較燥熱 所以他們都吃 鹹 吃冰檬 那台灣 是不是因為地區 所以我們早期有一些原住民 也是吃這個冰檬 到底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其實雖然湖南也吃冰檬 台灣也吃冰檬 但日本人也不一樣 吃冰檬的後面的故事 是不一樣的 當然我們如果是 反對吃冰檬的朋友 就會說 通通不要吃就好 不然我現在是在記憶 所以不能把這兩行 講到合作集會 但是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中國人想要吃的東西 我們台灣人就差不多都不用吃了 我現在是看很多政府的官員 都很快把台灣的東西 準備說要來賣中國 要怎麼 比如說我們台南 一個三百里 你就一定要去賣中國人 中國人看到施木兩里 就要怕施 他叫是投施 你現在結果都不會中國 不會 不會 現在台灣人要吃 台南人要吃三百里 那三百里都一直去 一直去 去到這樣 這個無錯無小 所以 很多人開始 比如說 黑衣紙 就是這樣 你現在 你現在把 你不然不是 黑衣紙 你現在把那些 中國人怎麼吃 好 人家現在要吃 後來 現在變成我們台灣人的 黑衣紙 整個要害 比如說黃魚 以前在金門 你如果要吃黃魚 那黃魚是很大的 那是全身 拿不完 那黃魚 很好吃 現在你如果去檢問 黃魚 就變小吃 其他的 全部 去到全國買了 所以 啦 很多我們的好料 我是 我覺得 農民 沒有 說一定 要大行 東西 我們說不 我們台灣 很多農產品 都品質很好 我覺得 只有大量去賣 去中國的路 走 那不是這樣而已 就是他們人來的時候 他們就去買回去吃 我們水 各山的運輸過程 我就不覺得說 那絕對 會不會比 會不會比 人家比較燙 雖然比較甜 但是他們慢慢 也對著起來 如果去中國 我覺得 我們在 甜度上面 他可能有我們的八成 以前他們的東西 是不會吃 完全不會吃 他們的水果 但是現在 又慢慢又叫 要上架 那是台灣人去那裡架 我們台灣人 就每個地方 就去 什麼避免 什麼的都不在 自己在想 養殖 去架 這個 要怎麼 栽種農作物 也去架 這 真可笑 每個地方 只想到錢 沒想到我們 看更好的 我們未來的前途 我們怕孫子的前途 我們台灣怎麼有希望 所以 今天這集 就是要跟各位說的 就是說 我們就要對 我們的 所有的台灣的文化 要有一個 很輕的了解 我們有很多人 應該要來 好好做這些工作 我們也想不到 要有些 基本的嘗試 面對著這兩方 一定越來越多的交流 我們台灣人要記得 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心 好 這樣就是 今天要向各位 分享的意見 這是FMQE.5 主委由吉祥 我是漁夫 好 我們下個禮拜 共用一個時間 再會 拜拜